4月1日,国家卫健委首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的通报中 报告了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 当天,中国疾控中心流星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无症状感染者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远小于确诊病人 吴尊友表示,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出现复制和变化 一部分人逐渐出现症状,而另一部分人始终不会出现症状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有没有传染性 他介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寓印论文 是关于宁波市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感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可以作为参考 在宁波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的话 他就发现了他的再生系数在2.2到2.7之间 这是对于确诊病人 对于无症状的感染者 他的再生系数在0.375到0.75之间 那么这是一个传染性的表述 第二个表述是什么 就是由于无症状的感染者产生的病例 占我们新诊弹的病例的构成比是多少 它的贡献率是多大 那么宁波的研究发现 他对二代病例的贡献率在2%到4% 吴尊佑表示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能力只相当于确诊病人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其对二代传播病例总数的贡献率不到5% 或者说确诊病例传播的病例数占总数的95%以上 由于仅仅是部分地区对此进行了研究 得到的数据很有限 不一定有代表性 但依然说明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疫情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即使有它的这个贡献的话呢 是很有限的 它的传播力是小于这个确诊病人的 那么它对这个疫情的这个造成传播扩散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 吴尊友指出无症状感染者都是从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中 或者从境外回国或来华人员中发现的 他们都是在防控措施覆盖的人群之中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即使出现了这些无症状感染者 也都在防疫措施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会造成在社会层面传播扩散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呢都对这个问题很关注 一旦有症状呢会接近去求医 我们医务人员呢又有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和这个反应 所以说呢即使发现一两个病人的话呢 也这个是很正常 也是能够呢控制的 不会呢造成了这个奥兹传播流行的问题 无症状感染者由于没有症状 单凭肉眼看与健康人没有区别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呢 无尊又表示有两个条件可以帮助判断 第一个呢就是呢你有没有去过这个预期 就是呢有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那么呢你这个作为新冠 无症状感染者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这个在最近的两周 你是不是实施了这个居家的这个隔离 这个没有和病人接触 如果这两条你都做到了 那你呢就可以判断呢 不可能是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跟着我继续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